黃議員 三分補 有些派給他們 拿著有得看 除了攝影師那些有得看就行了 今早大會主席就是我提出的903項 有關2014年版權條例修訂草案的修正案 作出裁決 結果減到42條 有關裁決的內容 即是大會主席裁決的內容 我們已經放上網 也發給傳媒機構 他將它分了幾類 有些是實質修訂 實質修訂有七十幾項 他也刪除了我三十五項 即是說這是實質修訂 不過我也不讓你看 至於其他七百幾項修訂 應該說八百幾項修訂 全部被他否決了 我首先做一個初步的回應 第一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裁決 內容是很偏頗 有違議長獨立超然的身份 徹底讓行政機關踐踏立法會尊嚴 本人深表遺憾 第二 主席裁決是籠統提出所謂實質修訂的要求 但議事規則第五十七條 根本沒有隻字片言 要求修正案必須是實質修訂 為了協助政府阻撓本席提出修正案 以改善條文 並提高法案水準 主席不惜互亂堆砌理由 濫用權力十分可惡 第三 本席903項修正案 都是言之有據 並且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 和律政司公佈的 香港法律草耳民體及實務指引的 法律草耳政策提出的 目的是第一 改善版權條例和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行文用語 尤其是令相關條文的中文文本 能夠以準確的中文表達 減少中英文本的歧異 第二 按照律政司指引 務求盡量令到版權條例和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符合政府當局目前的法律草耳政策 第三 盡量確保版權條例和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行文和用字一致 減少出現歧異 第四 條文不清晰的地方作出補充 令到條文的意思更加清晰準確 最後 只有42項修正案是獲准提出的 這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這一次裁決是一個政治裁決 由於主席否決所有就特別假期 2015年9月3日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一樣 這也是我提出的修正案 立法會主席周玉成一而再再而三 為了政治目的而限制議員的提案權 矮化立法機關 容許行政當局在立法會行使行政霸權 禍害深遠 立法機關竟然不能夠提出修正案 來改善條文的草意 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 第五 主席的論點根本不能夠自言其說 在裁決文件的第三十段 他認為本席提出的七百四十一項修正案 只是對行文作出修訂 屬於鎖屑無聊的修正案 但在三十七段那裡 他又說要求政府認真考慮這些修正案 那就是自己蓋自己 我引述曾主席說 我明白黃毓民議員作出很大的努力 謀求改善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意及行文 依我之見 黃議員提出的意見及草意見 已值得法律草意人員研究 而我希望政府當局會認真加以考慮 既然主席認為我這些修正案 值得加以研究考慮 那怎麼叫做鎖屑無聊呢 是否自己升自己一巴掌呢 沒得解釋就是政治目的 就是不讓你提 因為提九百零三項 那是不是要抓捕 記者整天問我是不是要抓捕 大哥, 我做賊 我沒有告訴你我才做賊 對不對… 主席說他無意抓捕 你說九百零三項修正案 如果在大會上 要去辯論的話 你說會不會拖延到會議時間 你說客觀效果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拉布 但我現在不會說自己是拉布 大哥, 是不是 我真的很認真 就像主席所說 是不是 黃毓民議員提出的意見及草意見 已值得法律草意人員研究 而我希望政府當局會認真加以考慮 這個是主席裁決裡面其中一段的說法 那我怎麼鎖屑無聊呢 何況政府提的修正案和我那些幾乎是性質一樣的 都可以提到 政府提的修正案可以鎖屑無聊 我提的修正案就不能夠鎖屑無聊 第六點就是在裁決第四十一段 主席又說 確保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需要有效率方式運作 我必須指出 與該等就條例草案而言鎖屑無聊 而被裁定不可提出的修正案 相似的行民修正案 日後不一定必然會被裁定不可提出 即是對付我 是不是 你這個說法就是說 現在被裁定不可提出的修正案 以後 都是可以有機會提出的 不代表以後不提出 那你是現在攔住我 在第二十一段括弧D那裏 它又說 凡是修正案以對法案的議員條文作出行民修改 有關修正案或可獲准提出 那我這個就是對行民的修改 是不是 什麼叫做或可獲准提出 日後不一定必然被裁定不可提出 這個說法又非常抽象 但是很好笑 修正案是否獲准提出 是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包括根據基本法 根據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定 就不是主席來說或可獲准提出 又日後不一定必然被裁定不可提出 就是這個完全是主席單純的主觀判斷 那議事規則第五十七條 是沒有賦予主席這種權力的 OK 再說回拉布那裏 那你現在法院已經說了 中審法院它可以處理拉布的問題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現在提九八零三項我就拉布 你吹嗎 那它實在你 一條都不讓你提的 對不對 那沒有人會愚蠢得這麼交關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提九八零三項修正案 就削剩我兩百里的頭痕 兩個會期怎麼說得完呢 聖誕節之前怎麼說得完呢 一定是see you next year 對不對 第七 主席不斷傳後矛盾 致在堆砌理由阻撓本席 本席對條例修正是否合理 是否比議員條文更好 交由各議員投票表決就自有判斷 這個就是我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應該有的責任 包括在法案委員會裏面 包括你不是法案委員會的成員 你都可以提出修正案 對不對 那你最後是等議員投票表決去決定 你那個修正案是否通過的 主席自我矮化立法機關 賜在盲目附和政府 對立法會傷害由心 立法會主席基政治原因 否決本席合法合理的修正案 在十月九日條例草案恢復二度當日 如果因為敢而引發群眾 或者網民衝擊立法會 也使得相關條例的爭議升級 一切後果是由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主席負責 我今天稍後時間會在我的Facebook專頁 裏面再做一個詳細的書面回應 這裡首先初步回應了主席 因為他那篇我看了很久 而且我看了所有的修正案 接下來就是陳鑑林主席 我可以看到我的文章 你可以看到嗎 請你給我們一些想法 你認為陳鑑林的決定是正確的 是完全是政治決定 你想問一下其實這個 你剛才也提及過 政主席說到 等一下還有一份英文的阿輝 派給另外一些 給一份 還有誰要的給他 怎麼樣 剛才那些收績我 就說主席說是所事無聊 但你剛才也說 主席說政府應該認真考慮 其實你有沒有提及哪些政府 是有些字眼上的 例如英逸中的時候 其實很脫脫 根本就事不得 如果你想 有些例子 例子很多的 你可以上網看 我現在一時間 我沒有辦法全部告訴你 因為要切省時間 因為陳鑑林主席 他都有十項修定案 是代其他議員提的 他都要回應的 另外就是 我想回應剛才那位朋友說的 內德 我想回應剛才那位朋友說的 我想回應剛才那位朋友說的 內德 我根本不可以接受 我任何方式 無論如何 任何動作 例如 好像在星期間 他要取得 那一個 任何的動作 由我 任何動作 我做了我的工作 你問那些準備拉布 參與拉布的議員 很簡單 我們作為一個議員 我們是有責任 就這些很有爭議性的法律條文 逐條 逐字去審議 找出他錯漏的地方 然後去改善 這是我們基本的責任 另外第二 現在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爭議 大家都稱它為網絡23條 可能有些人就不會認為這是網絡23條 Anyway 這個版權條例的修訂案 亦都搞了很多年 是不是 現在到了一個要結果的時候 但是政府的做法 我們都覺得很闖綽 還有有些地方 你是無法回應網民的憂慮 包括刑事責任的問題 比如安全港的問題 這個合約凌駕性的問題 其實這些我都有提及修訂案的 我的合約凌駕性的修訂案都被它否決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相當大的爭議 一個這麼大的爭議 就是現在主席在處理修訂案的時候 我覺得它變成純粹從一個方便政府的角度出發 或者按照終審法院的裁決 說它主席有權令到會議很有效率 舉行 但是因為這樣而令到一個立法會議員 或者我們立法會議員的議事的權力 是受到很大的打壓 或者剝奪了我們這些相關的權力 這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 是吧 我的修訂案在這個草案委員會的階段 都討論了很多 政府也有回應 我又有回應給他們 到最後我就要在大會提出 因為如果一個法案委員會裡面 就是政府去同意你的 那它就是它幫我提 而事實上現在政府 之前接受了很多我的修訂案 它代我提的 後來它撤回 它撤回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提出這麼多修訂案 如果它代我提的那些 它不撤回的話 我那些就能提的 你明白嗎? 那這些是打茅球的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是吧 所以我不需要去具體再細節告訴你 我的相關條文的修訂是關於什麼 是吧? 因為你可以上網看 是吧? 我們都放上網了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這個所謂的裁決是不合理的 是吧? 第二就是政府的回應 也是非常霸道的 是吧? 這樣的話 你會衍生出很多問題出來 那我們在未來這個大會 每一個大會只有兩天時間 首先就是易讀 每個議員可以說15分鐘 是吧? 我想很多議員會發言 因為這件事已經是 搞到大家興奮合了 很多網民 星期三也有人圍立法會 一定很多議員發言 那裡至少佔了一天的時間 然後就二讀投票 二讀一定是通過的 之後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 即是辯論修訂案 首先是政府的修訂案 然後是議員的修訂案 政府也有一堆修訂案 每一條修訂案 議員都可以發言15分鐘 或者重複發言15分鐘 只要你不要離題 不要重複內容 如果那些人認為 我要拖延這個法案的審議的話 他絕對可以發言 是吧? 譬如我們可以就在字 和於字的分別 說15分鐘也可以 是吧? 所以拉不拉布呢? 你就看現在那些 所謂經常拉布的議員 包括我都被認為是拉布的議員 或者那些泛民主派議員 怎麼做呢? 如果泛民主派說 我們不會參加拉布的 那你自己是投反對票而已 那你就自己和網民交代了 是吧? 然後指出方馬的地方在哪 他有他那套說法 我有我那套說法 那就等大家去判斷 不是 都等議員去判斷 OK? 就是這樣了 好嗎? 好 到你了